站上舞台,你就是明星 这个舞台期待震撼人心的舞蹈 这一节不再是一个人的梦想 所有的明星将为你的梦想起舞 这一刻让我们为你爱起舞 舞者的激情将在这里爆发 舞蹈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美丽的状态 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舞出我人生 这是实现梦想的过渡 追梦的旅程即将开始 在这个舞台,有一线巨星,伴你其舞 祝你一起追寻梦想 因为我的烈情,我的真诚 帮助我的这个舞台实现它的梦想 我觉得所有的帮助都应该支持我 因为带着梦想去跳舞,我觉得它最美 群星闪耀,真心相助 谁来与你携手追梦 游祖 一锤定音 你的选择,决定你的未来 戴军 刘璇 杨慧大哥 热爱舞蹈的你将成为今晚的主角 因为所有的明星将为你的梦想起舞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决心 我希望我自己出一个胖子的人生 我都一定会尽我所有的能力来帮他实现 助他一臂之力,帮他实现梦想 我们是为了快乐 甚至是为了自己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激情 这一切不再是一个人的梦想 而是一场与明星携手的战斗 舞蹈是一种信仰 也是一种美丽的战法 最神圣的舞台 最专业的导师 这个舞台期待震撼人心的舞蹈 我将为你投出我神圣的一票 最投入的梦想大事 这个舞台只为等候你的到来 舞者的激情将在这里爆发 让我们一起跳舞舞出我人生 有我们的真诚告诉世界 梦想有多美好 有我们的真诚告诉世界 理想有多重要 我梦想有多重要 大家好,我是王冠,这里是全新的梦想宫店 刚才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国中央电视台 参星制作联手打造的香蕴文桃之 我出我人生 欢迎你们的收看 我们的舞蹈,靠送世界 梦想有多美好 用我们的真诚告诉世界 理想有多重要 用我们的灵魂告诉世界 此刻有多荣耀 我出我人生 让热血如烈火般 人生 用我们的灵魂告诉世界 此刻有多荣耀 你出我人生 让热血如烈火般 让热血如烈火般 掌声请出萨贝宁 大家好 我是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萨贝宁 但是今天站在 舞出我人生这个舞台上 我是一个舞蹈者 是一个注梦者 这是我的人生到目前为止 一个全新的身份 我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有朝一日会站在舞台上 用这种语言来表达我自己 我要感谢我的舞伴 我认识他三天 三天的时间里 他带着我进入了一个 神奇的 美丽的舞蹈世界 我的舞伴相当的了不起 我可以告诉你们 在这个舞台上 几乎还没有人 站到过他的高度 他曾经获得过 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冠军 但是 在那之后 他经历了一连串的故事 他转身 默默地离开了 他的领奖台 去开了一家服装店 女士们先生们 请允许我 隆重地为你们介绍 我的舞伴 亚洲冠军 张白 女 我能在抽签的时候 抽到萨贝宁老师 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对啊 对啊 我的天哪 只有汇丰慢跑 副位级训练特举 简易特举 转叹特举 大特举重难点不拔突破 套路不拔学习 装人配合 太可怕了 我相信咱们一定能完成 我自己其实都不相信 做这种柔韧性练习的时候 他明显地发现 我其实就是个木头 明天就是我魔鬼训练的 第三天 三天三夜的最后一天了 我一定要让萨哥在台上 最完美最完美地表现出来 还能给我什么样的压力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陪伴 明天同一时间 今日说法 再见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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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要再挑戰更讚 我現在的心情 聽得好像可以累 喔喔喔 不及風 掌入我的旁邊 不及風 掌入我的旁邊 白天看到黑夜 不及風 掌入我的旁邊 壞的不會吃虧 不及風 掌入我的旁邊 誰也別想拒絕 嘿 閃在閃爺 閃在閃爺 教武不要進行 山佩三夜 山佩百年 教不及後英格 山佩三夜 山佩百年 今天聖避謝飯熙 閃爺閃爺 張爺閃爺 叭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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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叭叭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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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 owe Class 哇 大费宁 你在我的印象当中是文质彬彬 今天变成了激情洋溢的牛仔 刚才这个舞蹈应该是牛仔舞 活泼 喘口气 你是跳完了还不知道跳的是什么舞吗 我还在想 我们俩跳完了吗已经 你们演绎的歌曲叫三天三夜 它怎么折磨你的 它第一天我一看我这个计划 我当时就懵了 上来先是腹背肌肉训练 紧接着下肢肌肉训练 紧接着腹背肌肉和下肢一块训练 拉扯 对 然后我就问他 张白宇 你是要找一个舞伴 还是找一个举重运动员 后来张白宇说这是基本功 必须从这些基本的力量开始 你才能慢慢地感受到舞蹈 就是肢体的活动带给你的快乐 我们来听听三位评审 各位的点评 杨丽萍 我刚才觉得我像在做梦 傻 我的舞伴是一个很阳光 很帅气的大男孩 虽然他很帅气也很阳光 但是呢 我要验证他是不是 我心目中那个合格的追梦人 如果不符我的话 装一个编导要有本质跟笔 这样才像画吧 哈喽 哈喽 刘璇 何埃可欣 平易见人 反正我是平易见人 万一才跟我来 那我就继续鼓励他 好好跳舞 我也不能把他做梦了 哈喽 哈喽 我一开始游旋 当时我已经傻了 排练的时候呢 大家都称赞我的舞伴说 他身材 哇 可好了 但对于我自己来讲的话 我希望他能够再健壮一点 因为我们这个拖几舞 很不小心的话 可能就把我甩出去了 如果我是受伤了 可怎么办 我希望我还为你哭睡 你明前的心情贼身的灰 你明前的心情贼身的灰 转身的灰 转身的一瞬间 你出现在我身旁 你不要哭 这样不漂亮 我想大声告诉你 对你的爱 对你的爱身不坚定 用力紧紧抓住我们的回忆 冰住呼吸 心跳的频率 只有一种魔力 会让我们慢慢 跟付你 会让我们慢慢 跟付你 谢谢 谢谢 谢谢金志文 谢谢刘璇和韩一博 这整个我看完之后 我觉得他是有一定危险性的 有很多托举的动作 虽然刘璇是专业运动员 为什么不改换一个其他的舞种呢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们试过摩登舞 因为摩登舞和他的高度 实在是差很多 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很难跳 身高的问题 你看刘璇的眼神 然后后来呢 跳拉丁舞 然后我又发现 没有什么太刺激的 我就希望让大家看到 耳目一新的感觉 我虽然是专业的体操运动员 但我从小是跟冰冷的气节打交道 这是第一次由活人举起来 其实很危险 活体气息 因为我们之前有在做 最后的托举的时候 差点把我摔出去 我们今天这个 是舞出我人声 我们是舞出我生命 我们俩是在用生命跳舞 其实刘璇在和韩一博 在排练的过程当中 也一直有个疑问 说你看 我身边一直有个女孩 盯着我们看 还是谁 那个人是天使 我的天使 我的姐姐 为什么你到哪里 都会带着你的姐姐呢 其实我也不是到哪里都带着她 因为她 先天性是有自闭症 就是生下来以后 脑子就是可能 只有四五岁那么大 她比我大三岁 但看起来像我的妹妹 她也不是很高 我觉得是妈妈生的时候 我可能把她的灵魂给抢走了一半 所以我希望她能够来这里 看我和明星跳舞 她没有见过明星 她没有坐过飞机 我希望偶尔的时候 她的生活中 也能像正常人一样 很舒服地和我们在一起 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一博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她的生活 有这样的故事 因为她真的是特别的乐观 和阳光的 面对我笑 永远脸上都会带着笑容 对 然后我觉得一博 很棒的一点是 她不仅仅是热海舞蹈 她用舞蹈在帮助她的家人 帮她解决治病 因为我知道这个病孤独症 是不大可能的 这个是治不好的 对 可以照顾一辈子 对 而且我觉得我的父母非常辛苦 因为我很小就出来学舞蹈 也一直在外面 然后我的父母 又要照顾我的姐姐 还要给我负责高额的 学舞蹈的费用 她们要付很多钱 她们之前也 把房子卖掉了 但是她没有给过我压力 她们从来没有说过 你这个月要给我撒多少钱 从来没有 我觉得我以后一定要 让她们生活得特别棒 这是我的责任 韩一博的姐姐 其实只认识 爸爸妈妈 和韩一博 还有我 爸爸妈妈已经老了 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 带着姐姐到处走走 赚足钱 照顾姐姐一辈子 我相信她有这样的能力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专业评审 给出你们的最终态度 也还是弄黄豆豆 我观察你们的表演 每一次托举 漂亮地完成动作之后 你都是一直等她重心很稳以后 你才会脱手 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 我看到的不单单是一个舞者 对舞蹈的严谨更看到的是责任心 所以我很期待看到你们更加精彩的表演 yes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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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可以让一个明星 在做托举的时候 没有丝毫的犹豫 但是今天你们避免了所有的高位托举 从专业角度来说 一个托举我缺少 高位托举是不成立的 所以no 谢谢 谢谢 杨立平 你不但是外形好 你主要是有那种阳光一样的 那种感觉 苦情的阳光 我有两种角度 一种就是 这段舞说 我觉得是 比较专业的一支舞 第二种就是 我一定要 帮助这位像天使一样的 给你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让你实现梦想 yes 现在要是两个yes 所以你们获得了一票的专业像 大逼整个还有 很像 在 你好 特选 余伯 你很让我感动 是因为 你的不幸 你没有倾诉 在你说到你姐姐的时候 你的表情是如此的灿烂 当我看到刘璇妹妹的眼泪以后 我就知道 为什么她说你 就一个字 傻 如果哪天你成家了 有爱人了 你还会把你的姐姐带着吗 对 一直带着她 对 有家庭也会带着她 对 必须的 你想 成为一个舞者 能够通过舞蹈 去赡养你的父母 然后去帮助你的姐姐 可需要有更多的人 为你的梦想 撑起你的天宫 因为有谁 有什么理由 都为你这么一个阳光的孩子 举起她们的双手 投下她们的影响 让我们拭目一待 5 4 3 2 1 有请勇哥 来 恭喜刘璇 韩一博 成功 晋级 恭喜你 我的梦想就是想多赚一点钱 我觉得我以后一定要 要让她们生活的特别棒 好久不见 上次我来到这舞台上面跳舞 是为我自己 嗯 这次不一样 这是我有使命在 我是做一个助梦者 我的舞伴是一个 26岁的一个美女 第一次见她的时候 她已经是很活泼 然后讲话很冲的 很直接的 那我觉得这样也好 我有些姿势不对的 她马上就说出来 我来的目的是放逐她 不是打击她 所以扬正经 你行的 我相信你 来吧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你疲倦 你疲借 我相信你 只谈缘分 待见 梦不能远 再拥抱一遍 哪怕是瞬间 听歌的画面 能不能抵抗思念 我们之间 会不会有明天 炙热的沉眠 能否忠心上演 就算天一变 曾还成桑田 那些誓言 还在人世流连 我们之间 就算没有明天 回忆在明显 终究消散成云烟 用青春容颜 去交换爱恋 我也情愿 无悔 无悔 能够像现在这个样子 紧紧的握住你的手 一直 一直的 谢谢 但是我还是认为 演技无限 非常到位 YES 谢谢冠军 我肯定是YES 了 谢谢 谢谢 杨立之 谢谢 你也是我的偶像 谢谢 你这么彼此客气还怎么就专业点费 因为我看过她跳的孔雀舞 是震撼的 我哪里可以跳舞跳到这么出神入化 刚才那段舞呢 就是这个女孩呢 她的条件太好 就特别适合一个舞者的条件 手背长腰三道弯 特别穿旗袍 所以我们在下一个环节 希望能见到你们 Yes 谢谢 我会努力的 他也会 基督的关键在于我们现场的梦想观察上 祝二位 好运 谢谢 准备投票 5 4 3 2 1 开始 哇 这是今天没有通过 差三票 谢谢你为我们带来精彩 也谢谢吕哥 没关键杨阵阵阵才有机会 仅仅只是待定而已 好 各位谢谢 请休息一下 好 我们会努力的 谢谢各位 谢谢 接下来的这位祝梦人是一位母亲 她的舞伴又想完成怎样的梦想 让我们一同期待 有请王基 大家好 我要隆重推出跟我一起起舞的这位年轻人 他呢是一个家境非常富有 但是视舞蹈为生命 而且是励志 要把舞蹈作为谋生手段的一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 他的父亲给他了一个限制 在他今年8月20号生日之前 你再在舞蹈方面没有所建树的话 回到家里 自从副业 他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 用他的行动向大家证明 他是一个好的舞者 大家一起来认识他 我叫沈兴睿 今年8月20号是我20岁的生日 这段日子我妈妈一直在烦我 她让我20岁生日以后 就紫传副业 不要再跳舞了 现在离我的生日只有130天了 哈喽 哈喽 你好 好 我觉得她很年轻 我要真有这么个大儿子该多好 其实看到像我妈妈这个年龄 我心里都有点害怕 今天离我的生日只有128天了 这个舞台对于我来说 真的太重要了 我要当明星 我要分秒必争 谢谢 我生轻轻荡漾 在黄昏的水面上 五色中的工厂已发出山南火 叶车飞快的路纸 车窗的灯火辉煌 山沙树下两青年再把我盼望 当那亮亮的青年盛刚刚自行 我就愿意发出山沙树下的水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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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发出山沙树下的水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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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教育 我们来听听专业评审的专业意见 黄豆豆 我还在怀疑这是我原来的 我还年轻 我叫沈欣锐 只要我可以 我绝对不会放弃 让我们记住这位坚定不移的追梦者 沈欣锐 下一组舞者马上就要登场了 相信他们的舞蹈 一定会让所有人 大喜 荣古文 各位老师你们好 今天呢我的舞伴是一个胖子 他是一个非常善良 非常有信心 非常可爱的一个胖子 因为呢一次表演 他受伤了 差不多躺在床上一年多的时间 从一百三十斤胖到两百八十斤 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在他的家乡 以一个儿童舞蹈师叫到那些小朋友跳舞 我现在可以请他出来吗 当然我们很期待 OK 我第一次见到鲁启迪 我真的是 怎么这么胖 因为我知道是胖 但是我没有想到是这么胖 他的爱好就是吃 不停地吃 一直吃 这么胖 连衣服也买不到 对于鲁启迪来说 这个舞蹈真的是 蛮辛苦的 因为他那么胖 然后我们每次跳完之后 他起码要休息五分钟来 那个让自己的汗流干啊 然后我很担心我们的舞蹈 我怕他会输 加油 各位老师你们好 今天呢我的舞伴是一个胖子 他是一个非常善良 非常有信心 非常可爱的一个胖子 两百八十斤 我现在可以请他出来吗 当然我们很期待 加油 我们都很想要 白说 明天啡 录声隆隆 朝向雷冬 热热烈烈 哇 我抢空 只因你我心灵早想通 永不厌倦 实际如何 我的灵魂在烧 血在烧 热得不得了 只因你我之间 有渴望 无限量炫耀 动起来 微信的力量和彩 动起来 每一秒都期待 动起来 微信的极度和彩 动起来 就拥有精彩未来 我的灵魂在烧 血在烧 热得不得了 只因你我之间 有渴望 无限量炫耀 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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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胖了 理解 我觉得这个舞蹈啊 只属于 专属于像我这样的瘦人 事实证明 我错 他是不是特别灵魂 对啊 相当 你到底有多少斤这么 280斤 这样他刚才在跳的时候就看到满身的肉在抖动 其实老师说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 我是 哈 你是往外吐这口气 还是往后抽这口气 我心里倒抽一口气 这怎么跳舞 我没有想过我会跟一个这么胖的一个小胖子跳舞 你稍微传开来听听我们三位专业的评审 给出专业的决定 谢谢 杨丽萍 非常感动 因为你的不幸 我觉得我太有幸了 我太 太幸福了 我太顺了 但是你这个不幸没有让你气蕾 你还是充满快乐 虽然这个舞编的特别简单 舞感我觉得特别好 透过你的身体能看到你有那个舞蹈的那种感觉 特别有意思 yes yes 舞感和激情 真的 很高的评价 主任你可以转达啊 转达郭福成 你比郭福成跳的 就是这样 好 黄豆豆 尽管刚才荣主任已经介绍了 说他的舞伴是一个胖子 当你走上台的时候 你还真的是再一次地把我震到了 刚才看到了串翻身 我看到了这个盘腿上的阿拉西杠 我真不敢想象一个280斤的人 是怎么去把它完成的 他比我还能赚 是吗 对 所以我想很感动的一点 你在伤痛恢复之后 你还能带着一颗爱舞蹈的心 回到这个舞台 我觉得今天你的表演很符合这个舞出我人生 你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舞步 都在为自己的人生而起舞 yes 刚才跳得非常精彩 yes 首先恭喜你们获得了专业跳的一跳 我特别想问你 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你支持你 到现在一定要坚持跳舞 因为我们家是县城的 然后就是在中国的最冬级 很远很远 那块没有专业的舞蹈学校 我们就是业余的都没有 我是我们现在第一个会跳舞的人 县城里面 然后回去我就开始教小朋友 然后教着小朋友 看着他们人越来越多 跳得越来越好 后来通过我的努力 从我们县城飞出了 三个北京舞蹈学院的小朋友 他有一个代表北京舞蹈学院 拿了国际大奖 都是你教的学生 是我教的 然后带着我 完成了梦想 我就看 人来奇迹是可以发生的 我们县城都能出来 顶尖舞蹈学校的学员 我这胖子为什么不能创造第二个奇迹 所以说我不能像 专业演员那么美 但是我可以跳出自己的人生 你原来就一百三十几 对 后来变成了两百八十几 对 也就是说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 对 因为什么样的一次变故让你 其实还是挺骄傲的 澳门艺术节演一个舞剧 然后在一次彩排的意外 好不容易分到一个领舞的角色 从二城台上一不小心翻下来 把腰科怀 我的梦还没开始了 反正赤马先断了 但是我教的小朋友继续延续了我的梦往前走 我感觉更早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 其实我现在的舞蹈房也有很多的学生 有一百六十多 因为我是把家卖了 然后买了一个舞蹈房 左面是厨房 后面是小寝室 我的客厅是教孩子练舞的地方 但是因为条件有限 我只能 站在那个军民区的里头 然后因为跳舞 需要练 跳啊 肯定经常把楼下的灯会给蹦掉 然后每天 怀着特别忐忑的心情 来面对楼下的叔叔阿姨们 然后 明知道你很亏 但是还要和他们去辩论 我特别希望 能有个正规的舞蹈房给我 让我们的孩子在里面进行了跳跃 接下来 有件非常严肃的事 为了你严肃 如果你的梦想 让我们的梦想观察团能够同意的话 很有可能 你就会在可见的未来 受到我们洪武协 艺术教育公益基金的支持 完成你的夙愿 所以你的梦想 对于你今天而言 是很重要的 你可以就你的梦想 为自己拉票 30秒 告诉大家 希望大家能支持我的梦想 因为在大城市 我看到舞蹈房很多 但在我们县城里面 就一家 而且附近的建筑 也没有特别适合 能练舞蹈的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圆梦 让更多的小朋友 可以到我 一个正规的舞蹈房 4秒 去奔跑 去尽情地跳舞 谢谢大家 你还有一秒钟 谢谢 谢谢 吴吴启迪 无论如何我都会替你的学校 做一天代课老师 好不好 因为我觉得 其实我跳舞也不是很好 但是 我很喜欢小朋友 我们现在从来 从来没有来过大明星 希望大家都能够支持他一下 启迪的可爱和坚韧不把 包括主儿的爱心 都已经看到 好 梦想观察团 准备投票 5 4 3 2 1 开始 有请勇动 发生意识不是很高分的 对 非常厉害 哇 现在最高的一次 谢谢 希望大家能支持我的梦想 让更多的小朋友 可以尽情地跳舞 谢谢大家 看到了如此努力的舞者 三位评委 及梦想大使的心情 似乎很不错 接下来的舞者 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杨志刚 大家好 我是杨志刚 今天 我的舞伴叫廖志 她是一个可爱 善良 坚强的姑娘 08年 分川地震 她失去了双腿 今天 她将与我共跳一支舞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她 大家好 我叫廖志 今年28岁 08年的那场地震 不仅让她失去了最爱的女儿 还夺去了她的双腿 五年的时间 她让自己重新振作 站了起来 她还可以继续舞蹈 我下了飞机以后 来到排练场 隔着那个玻璃窗 然后他们工作人员 指给我说 这就是你的舞伴 当时心里最柔软的部分 被触碰到 我不管她有什么样的梦想 我都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帮她实现 她那个笑非常灿烂 她的眼神太犀利了 她一直凑过来 一看着我 就像两个聚光灯一样 我看见她的时候 脸刷的一下就红了 然后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好像很多动作 她都不会找我跟她试 非常地顾忌 我的腿的事情 我觉得她就像一个瓷娃娃一样 我害怕 我一不小心 就把她撞碎 会把她弄疼 就是我一直都缩手缩脚 不敢碰她 她一个人在那不断地跳 想那个动作 我能不能做 我心里就想 你光想不跟我试 那也是不行的 困难重重 尴尬不断 今晚 她们能顺利完成 这支舞蹈吗 如果没那么沉的夜 此刻怎会找我 还是三年三十年 让一生十年 眼角有余悔的图案 时间压满了巨岸 二十三年 三十年 月就没有余悔 北风水乱的蜡烛 听着火焰流泪 我开心 那一层风 就像镜里没有麻醉的手术 耳朵散漫了 不停 我见了这一心 不停 别再有了风回来 我还有问题 我还有问题 而是三了三十年 等我 我不会追求 欢迎来到 欢迎来到悟出我人生 先听听三位评审 对刚才二位这个命运 给出专业的意见 王痘痘 至刚 我们上一次跳舞是十几年以前了吧 上一次是98年春节联欢晚会 你跳的龙腾虎月 我在下面扛椅子 所以我踩在你扛的椅子上 在我的肩膀上 我跳的特别踏实呀 真的真的 而且今天我看到了一个 一直坚持着自己舞蹈梦的至高 所以我记得有一句话 梦想最怕的是什么 梦想最怕的是时间 但是有的人 他的梦想不但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他同样经得起命运对他的考验 我觉得你们的表演太棒了 谢谢 使我想起一句话 生命的无常 你怎么有这么大的耐力和这种坚强 让自己重新站起来 你在跳舞的时候 我真的我就想起那个小人鱼为了爱 把它的鱼尾巴破成两半 它可以行走 然后但它每走一步都是走在针尖上 就专心的痛 甲肢它是坚硬的 是吧 然后肉体它是软的 心是软的 但其实它一直是坚强的 所以特别的敬佩你 谢谢 梦想最艰巨的面对就是现实赵建文 他的成功在舞台上光鲜 我们也知道了背后人的付出 我真的觉得刚才老师说的很好 就是有爱才会支持一个人去坚持梦想 我觉得不是因为灾难让我变得坚强 是因为灾难之后有许多的爱让我变得坚强 在我废墟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有很软弱的时候 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真的很想放弃 我跟很多朋友都分享过 他们说不可能像你这么坚强的人 怎么可能会放弃生命 可是我真的就想不放弃 就是因为在我放弃的时候 我爸爸在废墟外面叫了我很久 很清楚地听见废墟外面有人在跟他说 说廖叔叔你快点下去吧 你这样的叫也没用 你女儿已经很久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了 他可能已经不在了 爸爸当时怎么喊你的 他就在外面 但是你不要睡啊 你不要睡啊 就是他用很淡的声音在叫 不断地在循环 对 不断地循环 一直到有人 就是很凶地就说让他下去 因为一直在余政 怕他会有危险 我爸爸就说 我不会下去的 我女儿还在里面 我当时就觉得 我不能放弃自己的生命 因为我爸爸还在外面 然后编这个舞的时候 当时第一 听到音乐是命运交响曲 然后我就觉得我的命运 是从那个时候又开始 获得了重生 好 三位 请给出你们 专业的判断 方军 yes 杨老师 肯定yes yes 还肯定yes 肯定yes 黄豆豆 当然是yes 接下来是由大评审团 还有梦想大事 廖子 我想在这里 你应该感谢你生命中最大的遗憾 因为你失去了双腿 我觉得你的遗憾 和你的双腿告诉了世人 这个世界上有真实的坚强 所以才会有至刚 这样一个这么坏的人为你的梦想 灰汗如鱼 我想问的是 你的梦想 是什么 其实我的梦想很简单 就是 站起来 继续舞下去 你已经站起来 你已经站起来 所以我今天正踏在我梦想的征途上 我想 如果说你的站起来是物理上的站起来 廖子妹妹的站起来 可以让许许多多在精神上已经趴上去的人 重新站起来 这就是你的社会意义和你的追求意义 好 对廖子的站起来 大家举手表情 5 4 3 2 1 开始 跟背投票 5 4 3 2 1 开始 有请勇哥 哇 89票 祝货二位 恭喜 晋级成功 今天 震踏在我梦想的中途上 继续舞下去 廖志 你的人生 因舞蹈 而更绚丽 大家很奇怪 怎么来了两个老太太 我是 素某人 许颖的妈妈 这个是 追梦人 张浩的妈妈 阿姨啊 那么她跟你又是什么关系呢 她跟我是姐妹关系啊 我们今天是来为我们的儿女们的舞蹈 来作为的 来加油的 我有个建议好吗 让我们以非常纯粹的观众眼光和评委专业的眼光 来看你儿子舞蹈 好的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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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妈妈在下面看的可激动啊 你的母亲 评价张浩 非常棒 张浩的母亲 评价你 非常好 我你们俩彼此感觉怎么 我觉得她太闷了 我觉得 哎呦 要跟她在一起简直是太无趣了 我是一个爱讲笑话的人 我们练舞的时候 我经常逗她 比如说我跳舞跳累了 然后 我从这个动作 张浩说 你要肩膀在哪边 你的头就要哪边 然后你要这个 我跳着跳着我就跳成 我所有的特别好笑的笑话 到她那全成冷笑话 好了 我们把现场时间交给专业的评审 黄豆豆 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 看得出是花了很大的心思 比如说最后一个造型 音乐都结束了 曲颖的表情 一直一直在延续 情绪永远没有断 一直等到男舞伴过来 绅士的请他 两个人搭上手 站起来 然后再慢慢的 从舞蹈的意境中 回到现实 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舞者 职业素养的一种体现 我给YES 谢谢 的确不错 因为能把曲颖这么高大个儿 而且两个脚 基本上 跳的时候就是脚步混乱 你都可以把它搬回来 这本事真慢大 YES 太完美了 在今天的舞台上是最漂亮的 谢谢杨老师 而且谢谢 两个妈妈高兴的 YES 其实两位的这支舞蹈 应该有妈妈的功劳 其实呢 都是张妈妈在指导 我妈妈主要负责是在旁边加油 对对对 对 你要这样 对 仰起来 她都是听张妈妈在说什么 好 手背 对 我妈妈说 背 就是这样 所以妈妈起到的作用也不小 好 两位母亲已经用尽了自己的力气 在你们这样的比赛当中 她们可以豁出去 来从头到尾替你的代言 那我们应该体谅二位 今天晚上这个舞台上 我见到了自己里面最想见到的一个人 然后周老师能不能给我一点机会 咱们一起来同台跳一个舞 哇 还有这种东西 你要邀请她跳什么 华尔兹 勇哥 三步 哇 妈妈也是到舞台上来圆梦了 你跳一跳舞怎么跳 三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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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音乐起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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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配合 大厨审团 还有梦想的大厨 给出什么样的结果 现场交给李波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是拍一部连续剧 是关于国标舞 她要拍电视是多好呀 我还可以去演一个 我再好好练练这个国标舞 这两天排舞的时候 看到一个特别小的细节 就是妈妈拿一个纸巾 在给儿子擦这个后背的汗 我当时又好感动 两代人一起在为这个舞蹈 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们之间的那种爱 互相的那种帮助 那种母子之间的那种情意 我觉得都可以放在这个电视剧里 我觉得这个曲影比张浩还要认真 你很紧张对吗 对因为如果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还好一点 但是有她在的时候 反而激发出来我的这个责任心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事情 准备投票五四三二一开始 小婷永哥 哎呦这个两个阿姨已经疯了 比你们还要开心 直接进入下一轮 今天毫无疑问 帮到你们两个 应该把掌声送给他们的母亲 很厉害 恭喜你们 紧急 可能你不认识她 但这一位你一定不会陌生 原方来了 有请张子健 三位平为老师好 李波老师好 我是张子健 2012年 网络上最累的人 原方 那么原方你怎么看 我这么看 我是被节目组给骗来的 因为我从来没有跳过舞 其实我这次到这个节目来了 完全是被骗了 因为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舞蹈 完全是门外汗 那么我一看那个东西 我就说绝对跳不了 现在有一个情况 其实我真的不是自己很满意的 你说我努力过了 那一定对他对整个节目 我真的都有理解 他要是跳舞者 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我一定会 很失望的 后来 也是大家都在跟我讲 说其实你没有问题的 还在鼓励我 一定行的 方俊老师 我也感谢他 我从小到现在45岁 第一个在舞蹈方面 表扬我的人 是方俊老师 我坐了两个定着之后 他马上夸见我 说哎呀多好啊 你看你比那个小伙子 做的感觉都棒 你为什么要走啊 你相信了 我也相信 好 其实我当时也知道 他是为了鼓励 然后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 让我能够今天最后站得点 那么就是我的舞伴 62届的世界小姐 我留在这里 不是因为他的美貌 也不是因为他的气质 现在我就要请出我的舞伴 是发挤的 求说我也不知道 我目前量的观估 只有届变 对 我来自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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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与妖娆并存 谢谢勇哥 来我们请听三位专业评审的意见 杨丽萍 我觉得比那个原方还要让人觉得棒 让人看到了另外一个原方 李大将军今天保护的不是迪大人 女生太 我这两天夜里都是四点多五点多醒的 醒了之后 然后就在想动作 完全是神经病了 我跳过双双舞 最后那个托吉 我跟我的舞伴要练200次 两三个月都不确定 因为那个历史的大和史的小 就可能摔下来 可能就送出去 你虽然没有练过舞蹈 但你练过舞 武术 对 其实不是勇哥 我开始讲 我是被骗来的 其实20年前 我也被骗过 当时国内拍的 第一部的武侠片 叫白眉大侠 然后导演是我的好哥们 突然跟我说 你也去剧组吧 过两天 我说哥哥我干什么去 我也没学过武术 也没有戏曲的底子 我干 给你找一个没什么大戏的 你来吧 结果他给了我一个男三号 天天追着男一号在打 从头打到尾 七个月 真的 然后七个月 我从 不会打 天天打别人 然后到后来 就别人打我了 就拍了20年的戏 其实你每一次被骗 都有很大的收获 你会一不小心 也要跳20年吗 不过这两天 我跳得真有点上瘾了 真的有点上瘾了 你说对了 我觉得你已经 开始上瘾了 我认为我必须为你来点票 你让我木屯口呆的 好谢谢 谢谢 你们获得了一票专业票 万一曾经获得过世界小姐的 怎么想到来跳舞 因为我也是通过世界小姐 我曾经参与过一些 慈善啊这些 但是我后来发现 我平凡地去这些活动 我其实 没给大家可能 带来一些更加实质性的意义 也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 我去了一个 在北京 一个村里面的一个 农民子弟工的学校 叫跳舞 我在这个过程中 我发现 他们每一个人学的都非常认真 从他们眼神中 我看到他们对舞蹈的是一种渴望 就是这件事情 特别感动我 就是促使我 就是今天来到这儿 我帮你能补充一下吗 其实我能留下来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梦想 很简单 但是非常贴近生活的一个梦想 因为可以把我这个 不跳舞的人 这么一个棒锤 然后两天的时间 可以教得我能够跳出来 我说那你一定这个经验 会今后用的 去教那些孩子的身上 接下来就是大众精神团 你对慈善 对公益的热衷 让我非常敬佩 我想至少我今天知道 在公益慈善队伍里面 又多了一个既漂亮 又美丽 而且还善良的女孩 其实我觉得舞者的平凡 在于它很伟大 我想如果没有舞蹈的话 应该就没有人类 如果没有舞蹈的话 就没有当代 好 为你的梦想投票 5 4 3 2 1 开始 有请永哥救命 远方 你怎么看 让我爱上了舞蹈 那我更希望 继续走下去 下一次我站在这舞台上的时候 不单单有我的激情 还会有 我更专业的 技巧的东西在里面 好 加油 期待 期待 期待着 能够再见到你们 谢谢 谢谢你们好运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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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 召集很多人 跟我一起去 叫冯子冰工的小孩 跳舞 万亿 张子健的命运未谱 这让现场的气氛 一度冰冷 接下来的舞者 能让他们重新振奋吗 有请王林 我觉得我是一个 不太称职的一个支持者 因为我跟我的舞伴 认识三天了 他为什么到这舞台上来 我到今天为止 我还是 不是很了解 他给我的印象是 少言寡语 练舞的时候 一根筋 非常非常的认真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我们排了一个 我觉得非常好看的舞 所以 我很感谢他 能够跟我在一起 或者说 好像是他在支持我 一样在这个舞台上 跳出 他心里面的那段舞 我叫龙龙 今年25岁 来自湖南常德 我参加过很多比赛 但是从来都没有拿过冠军 因为我的女朋友 是我没有放弃 这一次我抽到了王林老师 心里其实是有一点害怕 有点担心的 因为他是雪姨 富豪太 你有本事抢男人 怎么在本事开门呢 但是第一次见面之后呢 他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在排舞的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很紧张 总觉得好像会拖他的后腿 其实王林老师跳得非常好 可是因为我感冒了 有很多失误 所以觉得 王林老师对我很失望 我不想让大家失望 我不想我的女朋友失望 我希望舞蹈 能够给我力量 能够加油啊 要不然的话 雪姨不会放过你的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成天 那时的我还没牵起长发 没有信用卡也没有他 没有二次消失了谁的家 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 虽然只有一把托木吉他 在街上在脚下在田野中 唱着那无人温情的歌谣 也许有一天 我老无所以 请把我留在 在那时光里 如果有一天 我小人离去 去把我埋在 在这瞬间里 如果有一天 我老无所以 去把我留在 在那时光里 如果有一天 我小人离去 我小人离去 去把我埋在 在这春天里 春天里 好 谢谢 谢谢黄勇 太美了 人美 衣服美 舞蹈美 我印象当中 王林就是那个雪姨 啪啪啪骂人 雷厉风行 今天那么柔情万种 有点不适应了 其实 我很温柔的 请三位 请给出你们 专业的判断 yes 还是no 杨丽萍 樊林老师 跳舞跟演戏一样好 太专业了 投你这一票 yes 方晋 我有点纳闷 我还没缓过进来 我感觉 怎么出现一个 这么专业 就这两个人 有可能你分不出来 谁是专业 谁不是专业 你把评委跳懵了 yes 谢谢黄勇 非常默契 这个托举完成的也好 尤其是有一下 琴岛街 反升的那个琴岛 完成的干净利落 非常有专业水准 我从专业的角度 给两位 yes 恭喜你 舞蹈 组合成组 是无给我们大家看 来听听我们现场 大评审团 还有什么 其他的 问题 傅文贝 你有本事长长的 你没有本事开门呐 开门呐 傅文贝 你有本事长男人 没有本事开门呐 但那个 这么多年没见 我觉得你让我今天 非常的惊讶 但是 你的惊讶 我建立在 对军用人的 小失望上面 一不小心 你被亡灵的星光 给盖住了 我关注到了你 舞蹈以外的一种尴尬 因为我来到上海 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包括之前在苏州的时间 我的女朋友比我大 收入比我高 然后在很多方面 都是很优秀 但是我 一直没有能给她什么 承诺 或者是给她更好的生活 我们也都到了 该成家的时间 所以我在我 没钱 没房 没车 没存款 这个前提下 我不想去 就是说 拖了一个女孩子 其实这是个 很现实的问题 王磊 我不知道你 同不同意这个观点 就是说 只有爱情 没有物质 那可能叫心酸 而只有物质 而没有爱情的话 那叫瞎搞 但是 我觉得你的不好意思 或者你的难以回避 是正确的 就说明你是个男人 你看到了你和女朋友的差距 所以到现在 你来到这个舞台上追梦 其实周老师 我来这里 拿冠军的最终目的 是什么 是希望 跟我的女朋友求婚 你平时一直没有跟我说过这件事 好 我努力 我努力 这个很浪漫 但我想在这个追求过程当中 有很长一段时间 会心酸陪伴她 心酸的化学反应 是让你坚强 还是让你退缩 坚强 为她的坚强 举手同标 五 四 三 二 一 开始 有请勇端 谢谢 胜利 晋级 我来这里 最终目的 是希望 帮我女朋友求婚 隆隆的求婚目标 和她与王林的舞蹈 再度让现场沸腾 而此刻 在后台的另一位祝梦人 似乎既紧张又兴奋 邀请李斌 各位平整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李斌 接下来我要介绍 我的舞伴 我认为 我这个舞伴 是所有来到这个舞台的 女舞蹈演员当中 长得最漂亮的一个 我有一个直接的感觉 那就是她应该属于 这个舞台 如果这个舞台上没有她 我觉得对大家 都是一个遗憾 是谁 我叫王尔静 今年27岁 这是我三年来的 第一支舞蹈 我心里非常紧张 我曾经和很多的明星 搭档跳舞 李斌是我见过的明星当中 跳得最差的 我跳得太差了 我不太会跳舞 但是我敢跳 她已经跳得不好了 并且她还不好好的练 我怕我会输 希望会有奇迹发生的 每秒的时光 就从现在起 人生过程中 总会有奇迹 改变了一切 在哪无一切 爱上走近你 没人能预知 未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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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你严重 放开你胸怀 感谢生命中 美丽的色彩 放开你胸怀 放开你胸怀 把握住现在 爱着装成长 让所有祝福 围绕你们了 美丽的眼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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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方俊 李斌 前半段跳的还可以 后半段出了点问题 老男人的体力 只能盯一环 我看到你有个动作 就是手两个人贴着 我们从来不是这样碰手的 是用身体碰的 因为你手实在太短了 身体会长一点 你手上去的时候 我想音乐还这么长 还有一段 你拿什么东西来撑呢 我如果是你 真撑不下这个舞蹈 不 你要相信自己 反过来安慰别人了 方俊老师 我很感谢你 因为我所有的舞蹈 都是你教我的 如果有不足之处 跟缘在地一样 太坏了 李斌 你差一点把他给脱累了 你实际上是想搬他 但如果他没有 他自己的那个 的话就会被你脱累 我也一直很苦恼 这事杨老师 你看我是拒哪合适 我说心里 反正我老觉得自己多东西 一弄 哎呀 这手好像多出来 然后一弄 好像这脚多出来 其实没事 你心是好的 你帮不了他 还没有拖累他 就已经万幸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 完雅敬 支持你 谢谢杨老师 其实我三年没有练舞了 已经离开舞台了 你为什么那三年没有在跳舞 之前也有过人生中的一些 一个巅峰吧 可以说 其实大家看不到的是 我背后有很多很多的失败 对不起我 我没有想过在这里会流眼泪 但是 我从小其实算不上科班出身 我在大学之前 一周就有三个小时的训练时间 但是 我就这么坚持了十几年 我本身一米六八 然后穿着高跟鞋一米七多 就是找不到 一米八三以上 然后跳得比较好的男生 所以我其实一直都不是太顺 刚才我们在看别的明星和他的舞伴跳舞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跟我说一句话 我没进过专业团体 我似乎永远是业余的 后来我跟他说一句话 我说 我也是业余的 我在从事文艺之前 是学理科的 跟着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就是一个 时机让你到了这个舞台 所以没有什么半路出家不半路出家 你就记住在这个舞台上 你是主角就行 今天 他把埋藏在心里边的这些话说出来 其实你们没干过业余 你们不知道 业余的人说自己业余 其实心里边很难受 你们知道吗 短雅进吧 杨老师也是没有进过舞蹈学校 这个不是一个问题 关键是你在追梦 但你不知道怎么追 起码没有内心不够清楚 但是我觉得你能追到梦 刚才跳得非常精彩 刚才跳得非常精彩 兵哥前面说业余两个字的阐述 我觉得相当相当的感人 其实业余对你来说也许是遗憾 杨老师说我也不是专业的 但是并不影响杨老师成为中国民主资典的图腾 所以出生是什么并不重要 不在乎你与目标的距离 而在于你所调的方向 你今天来到这个舞台 你的理由是什么 其实是这样的 我已经年龄也不小了 到失婚年龄了 然后马上可能准备要结婚 可能就是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像这样子 和老公以外的一个男人去这样去跳舞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哪怕我今天站在这里只有一次 但是所有的观众 老师 主持人 明星都在为我服务 就是把我推上了一个主角的位置 我觉得很感谢 有这样一个舞台 可以让我重新再站起来 你这个更确切地来说 不是梦想了 应该是一个愿望 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小小的梦想 可是对于她来说 她觉得是已经很满足的 一个很大的梦想 好 为这个女孩的愿望 投票 五 四 三 二 一 有请主持人 李宾一开始给我们所介绍的王雅记 一个女人 她就这么一个愿望 在这儿呢 感谢一下给我们 投上一分的那些大众评审 当你帮别人实现梦想的时候 何尝不是人家完成你的梦想 我从来没有想过在这么大的一个舞台 正正规规地去跳一个舞 应该说跳这段舞也是我的梦想 她帮我完成了 所以更多的我要感谢她 更多的我要感谢 大分的那些朋友们 你们是梦想的制造者 放心 你们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好 谢谢 舞出我人生 下周精彩继续 陈冲 肖强 数十组明星 与舞者将再展梦想舞台 三位评委 点评依旧犀利 这个舞台 期待震撼人心的舞蹈 我将为你投出我神圣的一票 舞蹈是一种信仰 也是一种美丽的绽放 热爱舞蹈的你将成为今晚的主角 因为所有的明星将为你的梦想起舞 感谢以下媒体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官方网站 中国网络电视台 首席新闻支持 网易娱乐 更多视频 请搜索百度视频 首席视频支持 搜狐娱乐 关注舞出我人生 航讯微信 为你喜欢的明星送祝福 并加油鼓劲 感谢首席手机门户 三级门户的大力支持 今天的舞队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作品 他们有趣有油 下一周又会有哪些追梦者和祝梦者 登上我们这个舞台 请锁定 舞出我人生 下周统一时间不见不散 再见